在古代朝鲜的王宫里,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上医院,专门给王室成员做衣服。 上医院里曾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往事。 上医院里有位玉真将,名叫赵都熙。 他是上医院最为权威的匠人,做衣服的手艺无人能比。 作为玉真将,赵都熙只给王和王妃做衣服。 距离先王驾崩已有三年,玉真将被招入宫,为新王制作王袍。 王对玉真将制作的王袍很是满意。 为此,王特地恩赐玉真将,一年后位列朝臣,成为一个正六品的士大夫。 玉真将十分开心,私下里已经为自己做好了当官要穿的衣服。 这天,王妃要玉真将修补一件免服,那是王将在一场重要的祭祀典礼上穿的。 可女仆却在瞌睡中不小心将烛火打翻,免服的下摆被烧得稀巴烂。 祭祀典礼在即,王妃要玉真将抓紧修补,可玉真将却表示,最快也要好几日。 这时候,一个官员提出了解决办法,他认识一个人,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修补的工作。 官员说的这人名叫李孔振,在一家妓院做裁缝。 孔振出生卑微,却被妓院里的姑娘们成为天才,因为他设计出来的衣服往往别具一格,充满了大胆想象和超时代的时尚元素。 官员们的袍服保守托他,孔振便帮他们裁剪袖口,剪掉一部分下摆,袍服瞬间变得轻便灵巧起来,戏女们的衣服不够漂亮。 孔振便帮姑娘们设计了能开插的裤子和能露出来的内裙。 这次,孔振被招入宫,再看到王妃那一个,孔振瞬间心动,立刻答应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能搞定。 说干就干,孔振立刻就画线条缝补设计,一个晚上的功夫果然就完成了。 王穿上免服后连连夸赞更合身更舒适了,还要给孔振奉赏。 不仅王给了孔振赏赐,就连王妃也赐了孔振糕点和酒。 孔振第一次近距离和王妃对话,王妃不仅美丽大方,更是有着超乎寻常女子的聪慧和眼界。 孔振性子直率,短短几句话下来便将王妃逗乐。 这之后,王又要孔振为自己设计打累活。 孔振喜欢洒脱,不愿酒居申宫,原本迟迟不愿去,这时候王妃又赐了孔振一只凤簪,还有孔振赐给喜欢的姑娘。 看着这只凤簪,孔振转变了心意,如果能常常见到喜欢的女子,就算是不愿酒留的申宫大愿又如何? 就这样孔振二进王宫,玉真将认为往事成员的衣服应当遵守传统,依照样板进行制作就可以。 可孔振却画出了全新的打猎服设计图稿,袖口,摇线,下半全都做了更改。 虽然在打猎服的设计上,玉真将和孔振有分歧,可同为裁缝,又都天服异柄,孔振和玉真将很快变成了知己。 俩人在月色下谈心说话,玉真将了解他为自己即将做两班设计的官服,孔振也替玉真将脑补了一款他所构想的官服。 他还答应玉真将,等玉真将成为两班那一天,他会为他做一件最牛的官服。 另一边,王穿上了孔振设计的打猎服,完事后还直夸孔振好手艺,还有孔振再继续给王室做衣服,此时的孔振一门心思都想着王妃, 甚至看天上的云都会化作王妃的模样,于是决心给王妃也做一件衣服。 孔振做给王妃的衣服别致美丽,既华丽又不识端庄,宫中女眷们纷纷赞不绝口,一件还不够,孔振又给王妃做了第二件衣服。 这次的衣服比起第一件更为时尚漂亮,连玉真将看到了都难忍心动,玉真将还替孔振在衣服刺上了刺绣,在两人的合力下,这件衣服堪称完美。 玉真将和孔振坐在湛蓝的染房里,闭上眼睛清秀着染料的味道,在飞舞的布料间且听风吟,此刻他们相知相惜, 可他们不知道这种难得的美好即将消失殆尽,他们的命运也将因为这一件件漂亮的衣服而彻底改变。 这天王妃找来孔振,表示王给他送了件新衣服,所以他想拜托孔振叫自己做衣服,作为给王的回礼。 孔振想了想建议王妃给王送内衣,或许能增进他们夫妻的感情。 王妃虽然有些不好意思,最终还是接受了孔振的建议,孔振于是一针一线教王妃,针脚哪里要密一些,哪里要梳一些,每一样都聚细无疑。 教学过程中,王妃提到自己是从过世的娘亲那里学的针线活,她的父亲母亲都早逝,可她身为王妃却难得能去坟上看望父母。 目睹着王妃的哀伤,孔振下定决心要带王妃出宫上坟。 去之前,孔振还给王妃和她的侍女分别做了一件衣服,穿着这件漂亮别致的衣服,孔振带着王妃离开王宫,去了那片排满紫金花的坟上,看着王妃哭得伤心不已,孔振也不禁暗自动容。 可好景不长,王欣纳了一位贫,这位贫还是兵盘的女儿,后宫女眷们顿时议论纷纷,还传言王妃到现在都还是独守空归的处子之身,搞不好国母的位子随时会被苏西娘娘所取代。 另一边,兵盘野心勃勃,要玉真将给自己的女儿设计在庆典上要穿的衣服,玉真将表示自己只给王和王妃设计衣服,可兵盘却直言了,谁能说她的女儿不是下一个王妃呢? 玉真将也知道形势,便按照兵盘的意思给苏西娘娘做了一件华丽衣服,可到了册封典礼那日,王妃却私下安排,根本没有任何人来接应苏西,典礼寒称至极,那夜王原本应林姓苏西,可王申哲苏西不过是政治筹码,三年前他被群臣推向王位,却一直没有实权,这三年他努力想掌握权力,却还是处处受制于全臣,这次兵盘又以女儿为制,妄图胁迫王军。 她不想让兵盘得逞,可苏西这个贫也不好对付,眼看着王没有来灵性自己,苏西直接穿着内衣,来到大殿寻找王上,还当着王的面,在殿上一件件脱掉身上的衣服。 第二天一早,王妃将自己亲手裁置好的内衣送来给王,却在门口看到了素系的鞋子,只能黯然离去,就算穿上了最好看的衣服又能怎样,她始终留不住王的心。 看到王妃黯然神伤,孔振便带着王妃划船玩耍,看着明媚的疯狂,王妃反而想到了伤心事。 三年前,她出入宫时,和当时还是太子的王两情相远,那时候陪伴在王的身侧是她一辈子的梦想,可不知怎的,王忽然间就冷落了她。 王妃说着说着就潸然落泪,孔振不知该如何安慰,只是掏出一方绣着紫金花的娟丝手帕,给王妃擦泪。 划船回来后,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,仿佛天空也在为王妃哀叹死的。 孔振有些不明白,王妃如此高贵美丽,为何王要冷落她? 这时,曾经最早光顾孔振生意的那个官员说出了王和王妃过去的故事。 那是好些年前了,现在的王当年还是众位王子中的一个,先王当年要为王子的兄长,也就是太子选妃。 偏偏准太子妃中的一位,和王子盘对了眼。世子发现了这一点,为了让弟弟搞清楚自己才是世子,便特意让王妃落选。 随后又假装好心的将王妃许配给了弟弟。 王兴高齐傲,原本是自己喜欢的女子,可兄长却刻意施舍给她,她反而无法接受。 从新婚之夜后,王便开始疏远王妃。 本来王妃就没有得到王的宠爱,现在又来了个争风头的素希娘娘。 大臣们都在密谋着要废除王妃,让素希取而代之,王妃的地位岌岌可危。 听到这些孔振暗自发誓,她要帮王妃一把,不能让素希抢了王妃的位子。 孔振于是请教姬院的花魁,是如何上了年纪,还能独占花魁之位的。 花魁表示,男人都喜欢更漂亮更年轻的姑娘。既然如此,每当有男人看上年轻姑娘时,她就送上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。 这样一来,不管是年轻的,还是新来的,要乖乖听她的话,才能被男人眷顾。 孔振由此想到了帮王妃的办法,她先是挑了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宫女,帮宫女设计了一套好看的衣服。 果不其然,王看上了这位宫女,一夜临幸后,宫女立刻就飞上枝头变凤凰。 其他宫女们见状,纷纷来找孔振,要设计衣服。 孔振的门口,宫女们排成长龙,一件首饰换件衣服,好些个宫女因此得到宠幸。 为了获得王的临幸,宫女们穿着新奇漂亮的衣服,在宫里争其斗艳,这股风气甚至传到了宫外。 民间的女子纷纷学起了宫中女圈的打扮,一个个穿得鲜艳无比,甚至还流传出了王妃同款的裙子。 几个民女来找玉真将,希望玉真将帮她们做一些和王妃同款的衣服,可玉真将却表示她不想做这样的衣服。 民女们立刻就嘲讽着,不是不想做,而是做不来吧。 不仅如此,几个民女还掉头,就去妓院里找孔振这个民间裁缝。 玉真将的自尊心受到打击,现在都传言孔振是个天才韩服设计师,那她这个替王做衣服的玉真将又算什么呢? 与此同时,王公的大臣们纷纷上书见言,声称无论是宫内还是宫外的女人们,都不遵守法度,为了漂亮而穿那些不伦不类,有伤风化的衣服,导致奢侈成风,乱了风险。 很快就是大清使臣访问朝鲜的时候了,这要是传到使臣耳朵,不让大清之人怎么看待朝鲜。 当时因皇太极两次东征朝鲜,朝鲜兵败,从此朝鲜王朝便臣服于大清,与清朝属于君臣关系。 即便是朝鲜的王,在见到大清皇帝时,仍然需要行下跪的君臣之礼。 王心里不愿臣服,可无奈局势如此,他不得不屈从。 为了朝鲜王设尊严,王下令玉真将,要他好好整齿上义院。 一方面是王的命令,一方面是对孔振天赋的嫉妒。 玉真将立刻就命人焚烧了上义院所有由孔振设计的衣服。 盼着自己亲手设计的衣服全部被焚烧,孔振的心痛难以言说。 可这是王的命令,他唯有选择默默离开王宫。 距离清朝使臣来访的日子已天天接近,按照清朝给朝鲜定下的规则。 如果王没有子嗣的话,就不被承认王的身份。 偏偏王和王妃从未圆过房,这样下去,王迟早会名存实亡。 为此,大臣再次谏言,希望在清朝使臣来访的庆典上, 将王妃的位子让给素希娘娘。 王心中不喜,可又无可奈何。 他身为王,判似坐拥天下,可却处处受制于人。 得到王的允许后,素希娘娘立刻就往御真将给他制作衣服。 在使臣庆典上,他要成为王宫上下最美丽的女人。 得知此事的官员将消息告诉孔振。 据说王妃心灰意冷,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典礼。 孔振立刻就回到王宫。 他说服王妃一定要参加庆典,不能将王妃的位子拱手让人。 他会做一套美丽至极的衣服,让王妃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女人。 王妃被说懂,孔振要亲自替王妃量三围。 孔振拉出绳子,贴合着王妃的身子,从腰围到胸围。 两个人从未如此贴近过,王妃一直躲闪着目光。 孔振也努力压抑对王妃的爱,只有爱命的气息在近身的接触中悄悄散开。 接下来就是设计衣服的环境了。 玉真将和孔振各自使出浑身线索。 对于玉真将来说,他要保住自己的荣誉。 对于孔振来说,他要保住王妃的地位。 可越想要达到完美,就越会避道而驰。 玉真将和孔振苦思冥想,却都无法设计出令自己满意的衣服。 这时候,玉真将发现了孔振画的设计图稿。 图稿上画的衣服草样每一个都美极了。 玉真将禁不住,将这些图纸全都偷了出来。 回来后,玉真将在这些草图里进行筛选组合,再与自己的创意相融合。 经过设计、制作等等工学。 一件紫金色的礼服应运而生。 大清使臣来访的庆典上,素姓娘娘穿上这件紫金礼服,立刻验冠群芳。 大清使臣也赞不绝口,就在素姓娘娘即将踏上王妃宝座时。 红振硬是叫开大门,无论如何她都要帮王妃守住地位。 王妃身着一件月白色的礼服,上面坠满珍珠。 袖口采用褶皱设计,宛如开磅的华贵珍珠。 一袭长裙脱地,显得既美丽又高贵。 搭配金色的凤簪发饰,会有一国王妃的气场。 连大清使臣见了,都顶礼膜拜。 跟王妃一国致抹的装扮相比,素姓娘娘看上去就像个雍之俗粉。 王妃的这身装扮给足了王面子。 王妃之位又重新挥到了她的手中。 庆典结束后,素姓娘娘气急败坏地脱下紫金袍服。 什么朝鲜第一玉真将?就这! 可事实上,比起素姓娘娘,玉真将才是那个最恼火的人。 孔振这个只有制衣天赋,却连一点基本功都没有了匹夫。 却偏偏做出了连她这个天下第一制衣将都望尘莫及的衣服。 她的心里极度的发狂。 可事实上,孔振并不贪慕什么天下第一的虚名。 此刻她正在跟王妃告别。 孔振深知自己和王妃是两个世界的人,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。 这段时间和王妃的相处她很开心,这就足够了。 听着孔振这番话,王妃不禁动容,可话还没说出口,王就来了。 原本因为王妃在庆典上给足了自己面子,王打算今夜临幸王妃。 可却看到王妃和孔振单独待在一起。 王很自然地便认为王妃和孔振之间有什么猫腻,直接拂袖离去。 不仅如此,苏西娘娘也在王的耳边吹风,说听到了不好的传闻。 王妃在王打猎期间和孔振单独出宫。 孔振还为王妃亲手梁三围。 听到这些话的王粗意大法,就连她的王妃也不属于她。 那这王公上下到底还有什么是完全属于她这个王的呢? 她要杀了这个和自己强女人的家伙。 王命令玉真将按照孔振的手法缝制一件王袍, 并在王袍里插上毒针,然后栽赃给孔振。 玉真将遵命行事,她正巴不得王下此命令。 一切都按照王的计划在进行。 王袍里发现了毒针,王妃还试图给孔振说情,可王压根不听。 还指指王妃和孔振有私情。 孔振为了王妃独自扛下了所有的罪过。 说是自己供应王妃的,王妃并不知情。 王这才没有再追究王妃的责任。 这之后,王将孔振打入大牢,一切都如了玉真将的愿。 可不知为何,明明如愿了,玉真将却觉得寂寞空穴。 她想起和孔振相处那些画面,也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拼命学习做衣服的样子。 此时她才幡然醒悟,孔振是她此生唯一的吃鸡。 玉真将到大牢里看望孔振。 玉真将抚摸着孔振因制衣而变得粗糙的双手。 感叹就是这些衣服,让他们这对吃鸡分崩离析。 可孔振却直言,问题不在那些衣服,是玉真将太过胆小懦弱。 她已经猜出就是玉真将陷害了她,玉真将既悲又愤。 她这一生极极盈盈,只是想要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。 原本她作为朝鲜第一的玉真将,已经即将位列士大夫。 可孔振的到来却让她黯然失宠。 唾手可得的虔诚就这样岌岌可危,让她如何能忍受得了。 孔振沉默着不知该说什么,玉真将最终黯然离去。 一日,孔振被推上斩首台,玉真将在台下和她互望。 没办法,她也是无可奈何,孔振没有临终遗言,只是仰灭向天,笑着平静地接受了死亡。 孔振走后,王妃让女眷们把孔振曾给她做的衣服全都埋了。 女眷们离开后,王妃立刻泪如雨下,唯有那张绣着紫金花的手卷,默默见证着她跟孔振曾经的情愫。 不久后,玉真将被王赐予争六品官职,正式位列两班。 玉真将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,只是此刻她的表情很复杂,似乎是在笑又似乎是在哭。 孔振走后,玉真将来到孔振的房间,把孔振做的衣服全都烧毁。 这时,一件衣服吸引了她的注意。 这件衣服和孔振以往的风格不同,但绿色的底子,袖子很宽大,衣服上系着一支铃铛,腰间还有绿色的缎带。 玉真将想起来,这是她曾和孔振说过的,在成为两班后要给自己做的官服。 那时孔振还说,她的设计比自己的要好,没想到孔振竟替自己做了出来。 玉真将抱着这件衣服食生痛苦,她究竟做了什么,将唯一的知己推向了绝路。 屋外漫天大雪,似乎在沉默地哀叹着这段哀伤的过往。 成为两班后,玉真将穿上了孔振为自己设计的官服,在家里等候王的招见。 可王却迟迟迟来,只有穿着各色衣服的人群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, 一切仿佛都没有变。电影以制衣这个新颖的切入点,诉说一个时代的悲剧。 故事里的每个人,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作为一国之王,前有先王和兄长的打压,先有群臣的妖邪操纵, 万有蜻蜓的欺压,看似高高在上,实则并无实权,不得自由。 原本她爱慕王妃,可权力却放大她的自尊心,爱情最终败给了那一点高贵而又可怜的尊严。 最终她不过是穿着华贵王袍,却最为可怜的人。 王妃容貌财情举世无双,可惜先是无法拥有王的爱情, 后是压抑对孔振的情愫,到头来空有一个王妃的宝座而已。 玉真将是无数个小打破阶级翻离的底层人士代表。 玉真将原本出生卑剑,从小到大拼丝努力,渴望着靠一手绝世无双的针线活, 威力两般,从而改变命运。她和孔振相知向西,却又一敌一勇,可惜既生云,何生量。 相比而言,孔振倒是个异类,她不服从传统的礼教,能在那样的封建王朝里把女人的裙子改成裤子。 可想而知,她的思想是如何的超前。 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文化下的异类,在面对阶级不对等的爱情时,依旧只能退缩,而她的结局也只有死亡而已。 身为设计衣服的天才,她的剪刀能裁剪得了衣服,却裁剪不了人心,裁剪不了一个时代。 这是一部困在美艳华服里的悲伤史实,只是随着时间流逝,什么权力斗争,什么爱恨情仇,统统都烟消云散。 拨下王府,故事成归尘,土归土,见证这一切的只剩下一件褪色的美艳华服。 电影结束。 好了,今天到这里了,欢迎点赞,留言,关注美冲,每天定时打开美冲观影,一整天嘴角小弯弯哟,拜拜。